年前在惠州打工的工头老李向一家工厂来讨要工人们一年的11万的新股钱 这工厂老板竟然扔出了100多万张一毛的毛票 然后让老李和工人们在这里面一张一张的数出11万来 而且还打了讨薪的工人 这个事件曝光之后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来处理 目前故意伤人的犯罪嫌疑人童某和钟某已经被抓捕归案 在抓捕过程当中 当地警方奔赴东莞 桥头 茶山 红梅等地 最终在除夕下午与东莞桥头成功将嫌疑人抓获 最后他知道既然事件搞大了 1.30来啦 但是东厂市多 天黑的时候我估计他一定会回来 所以最后我们在路上我们设卡 最后在他回家的路上全部给我们一起杂货 博罗县公安局表示 经调查 11万元纸币并非全都是一毛 一毛的大概有5000元 其他的有5元 10元 20元的 而不是网传的100多万张一毛钱的毛票 当犯罪嫌疑人钟某被问及 为什么用毛票来支付11万的工资时 钟某竟这样回答 这东莞桥的市场上没有一毛钱吗 没有道理啊 对吧 我真的好人 我真的很好人 好冤枉 你叫我去拿钱 拿那个钱过来 我还叫人去数 你还叫人来打我 你说我好不好安心 他将来伤到一个是头部 这个头部这个位置呢 也有那个外缝了好几天 还有心上也有点那个异痕 目前 老李的11万元工资已经拿到了 他也已经回到江西吉安过年 医交费也有那个厂里面的老板 想想颠覆 最后呢 他的11万的公金卡 在政府的借由下 也把那个钱发到他的账户上去了